平台欢庆21周年 10月31日前 全站申购基金零手续费 独家推出中租母子盈利配 与中租母子月月领 全新的母子基金提领机制 不只循环投资 还能打造弹性现金流 下单满10万元 再享VIP礼遇 两年内申购任何基金 不限次数 终身零手续费 快到中租基金平台轻松购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印象月公开说明书 租租投资金主管机关 和准阵营业执照4号为 112年金管投资新字币010号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蓝木花 投资上真的是瞬息万变 最近局势也是非常的多变 常担心错过股票下单交易的关键时刻吗 凯基证券云端鹰眼通 有30天自动追价功能 可以协助您掌握投资的出手时机 选择凯基鹰眼通 净身投资专业户 更多详细的资讯 可以上网搜寻凯基证券的鹰眼通 以上消息提供大家参考 我们刚刚讲到今天ETF 在债券的部分都杀得非常惨 跌幅都1%趋近2%的这样的跌幅 存续期间越长的 债券ETF跌得越重 存续期间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你手上的ETF到底存续期间是多长 一般来讲存续期间越长的 在利率变动的一个环境下面 它的波动会是越大的 比如说1到3个月 这样的国库券 基本上都不会什么波动 你就等着领利息 但是25年以上的这种ETF 它存续期间可能就是18年 19年这样的一个组合 它的波动就会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存续期间越长的 债券ETF 今天可能跌的又越多 是这样的状况 当然等到降息的时候 它们可能也涨得更多 这个就是所谓 成也利率败也利率的情况 至于说这样通膨战争 到底打完了没有 我们今天主题 叫做在世最痛苦的时刻 到底何时结束 其实在世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这三年来 债券连跌三年 这是史上第一次 从来没有出现过 美债可以出现连续三年的下跌 去年跌了两位数 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 今年整个债券指数全年 大概跌个5%左右吧 我估计大概差不多是一样状况吧 我讲的是整个债券指数 如果你是长天其债的话 刚刚跌幅更大 连续三年 在此前一年 就是去年的前一年 也跌了大概2%左右 所以连续跌三年 这是非常罕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一些常债的ETF 像TLT 这种常债的ETF 20年plus的 这从三年前的价格 到现在都已经腰斩 这样腰斩是不是一个买点呢 还是说在这边还会更低呢 这种在世的一个痛苦 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这当然就跟通膨有关 那很不幸的 你可以看到最近 公布出来的总经数字 包括非农 另外到这个礼拜的PPI 到昨天晚上8点半 公布出来的CPI 都告诉你 美国通膨要这么 如联准会之一 下降 恐怕没这么简单 结果在CPI公布之后 出了一个大事 什么大事呢 就是诺贝尔经济学长 得主克鲁曼 他在X平台 X平台就是现在推特了 那马斯克入主之后 他就把它改成X 马斯克特别喜欢X 这个英文字母 这个是有他个人的 所谓的秘密 这个我们今天不探讨 他很多都用X Spec X 对不对 什么都X 就代表马斯克这个人 他特别喜欢X 这个英文字母 也不知道为什么 据说有他的神秘学 在那边 这个我们就不探讨 我大概知道 他的神秘学是什么 不是今天主题 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他 克鲁曼在X平台上面 发文说什么 他说 The war inflation is over We won at a very little cost 他说 对抗通膨的战争 已经结束了 我们战胜了 而且我们战胜的代价 是非常小 真的吗 克鲁曼 您是诺贝尔经济学党得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你居然可以说 美国付出的 对抗通膨的战争 的代价非常小 我个人是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场战争 还远远没有打完 更何况代价 可能会非常惨烈 这个绝对不会是一个 非常小的代价 但你想 为什么克鲁曼会这样讲 因为克鲁曼是标准的 民主党的支持者 大家都知道 他有很浓厚民主党的色彩 结果呢 克鲁曼一发这个推文之后 马上被这个共和党的 经济学家给批判 一大堆人出来就批判他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这个2020年 选战的时候担任 川普媒体沟通组络的 Tim Muta 他在推文上也说了 他说克鲁曼 你放的这张图 大家如果去看新闻的话 克鲁曼有一个图 他的图指向通膨 已经掉到2% 他说你放这张图 是不计算食品住所 就是居住成本 还有二手车 在内的消费者通膨指标 他说呢 就算不记录这些项目 通膨现在目前看起来也不是非常好 更何况呢 把这些记录 把这些项目如果把它加进去的话 明显看到这一仗还没打完 那Tim他其实讲话还算客气了 谁最毒蛇 最毒蛇的呢 是这个布兰查德 这个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经营会 手续金具协家的布兰查德 他怎么毒蛇呢 他说呢 他说你克鲁曼的观点 跟那个小布希 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登上林肯浩 说呢 任务已经完成一室 是完全一样的 那个扯 那个很扯的 那 这个就很毒蛇了 把克鲁曼跟那个小布希 两个人搞在一起 还是说当初伊拉克战争 大家都知道小布希 登上林肯浩 讲说我们任务完成 一样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把比喻就很毒蛇 那事实上 这个通膨战争有没有打完 我们看这个CPI就知道 我今天帮各位准备第一张图 就是这个CPI 去年六月的时候 这个高点是9.1 那连续12个月下跌 跌到了3%附近 跌到3%附近之后 你会看到 他马上开始 没有这个蜜月红利之后 这个基奇红利 蜜月基奇 或者说蜜月基奇红利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CPI 马上弹升上来 那最新公布出来的CPI 是3.7 3.7是持平上个月 不如预期 预期是3.6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让这个美债 直接价格大跳水 那CPI超出预期 为什么 为什么CPI会超出预期 事实上是有原因的 我跟各位报告 他最主要原因 就是归咎于服务业的 跟住房的成本 这两项成本降不下来 这个两项的成本 看起来是比食品天然气 甚至二手车 还有新车的价格 更具粘性 因为我们刚刚讲 食品天然气 二手车跟新车 这个价格比较有周期性 而且会随着景气波动 但是住房跟服务业成本 它的粘性是非常高了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景气循环 或者说周期性的问题 你说这个住房 一年签订一次合约 照来讲今年6月 应该换约了 那个住房成本应该大幅下来 可是基本上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那为什么住房成本下不来 美国现在租房子有多贵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留学生 如果你家里有子弟 有儿子女儿在美国留学 你就知道 真的是贵松松 随便租一个像样一点的房子 一间房间 两千块美金起跳 两千好一点的城市 洛杉矶旧金山 纽约 随便都是两千块美金 而且还不见得好租 美国现在租房成本真的非常高 那你想看这么好的一个租金情况 房东为什么要降价 你今天是房东 你为什么要降价 更何况现在利率这么高 美国现在三十年期房贷 已经逼近了多少 逼近二十年来最高 已经走到了7.5% 最新的数据 我跟各位报告 美国现在三十年期的房贷利率 这二十年来首次 在这个礼拜突破了7.5% 7.5% 各位你想想看 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前一周是 前一周是 7.499 这个礼拜正好到7.57 突破了7.5% 是二十年来第一次突破7.5%的一个利率 那美国的租房成本这么高 那当然 CPI的部分就受到这个部分的影响 所以要达成这个2%的目标 看起来没那么容易 所以克鲁曼可能太乐观了 当然我想克鲁曼他讲这个话 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道理 他当然作为那么知名的经济学家 他也不会无地放肆 但有他一定的观察点 只不过我是觉得他 比较多了一些 这个党派色彩在那边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那至于说 现在目前的殖利率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 现在目前的 通膨的这样状况 市场认定后面还会不会再升息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美债殖利率最主要跟基准利率的走势 是有很大的关系性的 我们至少可以参考这个FedWatch 这个表来看 CME的一个FedWatch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帮大家抓了这个FedWatch 是12月到今年最后一次会议 因为11月1号还有一次会议 然后12月还有一次会议 那到今年12月市场认定 维持现在目前的利率 5.25到5.5的几率有69%了 就将近70%了 认为会升息的几率 其实是低于这个大概三成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尽管CPI PPI非农公布出来都超出预期 都跌破大家眼镜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市场面还是认定 今年利率不会再升了 那当然今年不会再升 也就是说明年也不会升了 今年都不升了 明年怎么可能会升 就利率又维持在这个5.25到5.5 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CME的FedWatch Tour 再来看一下明年的状况 威尼斯国际双年展 建筑金师奖得主 大家可以上网去Google一下 马斯克X 马斯克为什么那么多X 你看ModelX 然后SpecX 然后一上来Twitter就改成X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X 是由他的神秘学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事实上有蛮多猜测的 甚至有人猜测马斯克将来要选美国总统 他要打出这个X 他要选总统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我真的觉得马斯克是有可能要出来选美国总统 不过 因为马斯克好像还不符合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对不对 买房子固定率3%那是很久了 那時候那時候大家都看利率低的時候就去fix30年嘛 但問題是他就不敢賣啊 他賣了之後就買不回來啦 賣了房子對不對 你現在買了新房子你要去貸款 你得貸到3%嗎 肯定貸不到3%的啦 好了要回來啦 聽見全世界話 每分每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聞台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軟木花 我沒有聽到朋友啊 在留言板上講說啊 他的朋友女兒在美國買房子 fix固定利率3% 那對啊 那是幾年前買的嘛 幾年前當然那時候美國 那時候利率很低喔 大家3%的一個利率是非常低的 美國房貸的情況 所以那時候去買房人就fix30年 我就賭這個利率就是在30年 就這個已經是很低了 所以他fix住30年的一個房貸利率 就是每一年就是這個3% 因為美國房貸是這樣嘛 他有arm也有fix的嘛 也就是說他有這個浮動的 也有固定的 那當利率低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去fix住嘛 就是30年就是固定利率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現在不敢賣啊 所以為什麼現在美國房市 出現一個很詭訣的狀況 建商信心非常的差 對不對 建商為什麼信心非常差 因為利率很高嘛 建商當然沒有信心嘛 那第二個呢就是房產的交易 情況非常的清淡 但是房價不跌 照來講房產交易清淡 房價應該要下跌的 因為想賣房的人呢 他一直想把房子拋出去市場 但沒有人買 所以他只好降價求售 但情況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現在美國的房產交易清淡 不是大家不買房 而是沒人敢賣房 為什麼沒人敢賣房 因為你今天3%的利率fix 在那邊30年我這個房子住的好好的 我如果賣掉了 我今天重新再去買個房子 我有3%的利息可以 這麼好的好康的嗎 我現在隨便一口都是 7%8%的利率啊 所以不敢賣房啊 那也不敢賣了 也不敢去租啊 因為租金那麼貴啊 所以呢就變這樣 卡死在那個地方了 各位知道嗎 美國現在不動產 現在吊詭的一個狀況 就是卡死在那個地方 不敢賣房 所以整個交易量大幅的萎縮 因為沒有沒有貨源 就是說 今天大家去看一下 美國的那個 現在丟出來賣房子的人很少 所以沒有這個賣房的貨源 就變這樣 然後他不賣房 你說吊不吊鬼 很吊鬼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到 明年整個美國的那個 利率的預期是什麼 明年預期啊 是第三季開始降息 你看從那個CM的FedWatch Tour 你可以看到 第三季的時候 就是9月的議席會議啊 那利率呢 是會來到4.75到5% 也就是說呢 會從現在的5.25呢 下降兩碼 到這個4.75到5% 然後維持這個5%以上的利率的機率 其實並不高 就28%加13%再加3% 其實機率不高 大概就差不多四成多 五成以上的機率呢 基本上呢 是會在這個4.75這個位階 到5%這個位階 所以代表會降兩碼 如果利率到今年年底按兵不動的話 就是降兩碼 就明年第三季9月的議席會議 這個利率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提供大家參考 那為什麼市場會這樣預期呢 其實有它的道理 因為我們來看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基準率就非方銳 就聯邦基金利率 其實跟美元指數 它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從前一次這個聯準會升息循環 2016年開始升息這個循環 一直到2019年這個升息循環 你會看到 其實美元指數就是一路往上拉伸 對不對 但是呢 美元指數的高點 往往不是在升息循環的最高點 它是在升息循環的過程中 它會見高點之後下壓 然後到最後升息循環快結束的時候 它會再上拉 然後之後呢 它不會越過前波的高點 那這一次也有同樣的狀況 你有沒有發現 在整個升息循環的一個過程中 在去年美元 在差不多第三季的時候 拉到最高 第三季第四季的時候 拉到最高點 那時候是114點 114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之後呢 它就一路跌到今年7月 跌到100點 對不對 還要記得這一波的大跌 然後呢 聯準會繼續升息 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在升息循環末端 美元指數再往上拉 現在目前拉到107點 但你說107點跟114點 還差了7大點 能過114點嗎 以前一次的經驗來看 它是過不了 那過不了之後呢 後面就是降息循環 降息循環 不管你利率在高檔維持多久 後面終於要降下來 那降息循環呢 美元指數呢 基本上就是要往下走低了 所以這個就是 從前一次的情況來看 所以為什麼我講說 美元指數暗示升息已經到末端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升息到末端的話 基本上 也告訴了我們 就是說呢 現在目前 在世的痛苦交易呢 也是在一個末端的情況了 既然 今年大家 債券買到 都有套到的一個狀況 那你也不妨再忍耐一下 有沒有賠很多 就我自己手上債券ETF 大概我看到付報酬 大概10%多一點吧 可是你扣掉什麼 你扣掉 今年可以拿到4%利息 再扣掉呢 你把它出借 可以拿到2%到3%利息 事實上你損失還是個位數的一個情況 講實在的 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損失的 這個狀況 所以還是可以忍耐的 那為什麼最近 債券疊那麼多 最主要是長天期在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藍色線是聯邦基金利率 對不對 最近幾次的這個跳島式升息 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短天期的利率 三個月期的國庫券的值率 是在聯邦基金利率之上的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兩年期呢 各位看到他最近 他的最最主要的走高 是5月到7月這段時間 出現比較陡峭的走高 那5月到7月這段時間 兩年期國債值率大幅的走高的同時呢 你會發現30年期 跟10年期國債值率 他其實是持平的 他沒有動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動 因為長天期債券值率 那時候還沒有重新被定價 因為那時候呢 大家還認為聯準會呢 不會那麼陰對不對 就沒有想到一路陰到底 所以直到什麼 直到7月以後啊 10年期跟30年期的美債值率 補跌了 他出現了一個大幅的上漲 就國債價格補跌了 他出現一個大幅上漲 我稱之為重新定價 市場重新去定價 這個美國聯準會的政策目標 就是在利率上面的 他們一個政策方向 那重新定價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10年期跟30 10年期跟30年期美債值率 已經貼近兩年 兩年期美債值率 基本上已經非常差距非常小了 那這麼小的一個差距 也告訴你差不多 利率的高點 應該也就在5.25到5.5了 再怎麼升也升不多了 好頂多就一次 就大概就這樣一個狀況 我們從這張圖 也可以看出來 很明顯的這樣一個情況 好那這邊最後再介紹一下 這個比較難一點 但各位聽我講一下 就是直率曲線 基本上有四種變化 一般來講四種變化 哪四種變化呢 我們從直率率的這個上升跟下跌 我們都知道美債直率 或者債券直率上升 它代表的是一個熊市 就是直率上升是價格下跌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熊市 如果直率下跌呢 它是一個牛市 就是直率這個債券價格上漲 所以我們先把牛熊定義出來 那熊的定義是什麼呢 熊的是直率率整體往上升 所以債券是走空的 牛市的定義呢 是直率率整體是向下 是債券是走多的 但是呢 這個債券 在牛熊市之下呢 它還有長短債直率走法不同 所以會有所謂的曲抖跟曲平 就直率曲線會曲抖跟曲平的一個狀況 那直率曲線變抖 就叫所謂的抖 平呢就是直率曲線曲平 就是說長天期跟短天期的直率曲線曲平 或者說呢 長天期跟短天期的直率曲線曲抖 所以呢 這個組合出來有四種狀況 叫熊斗熊平牛斗牛平 那熊斗是什麼狀況 熊斗就是最近的狀況 就是說呢 長債直率上升快過短債 我剛剛不是有跟各位講嗎 兩年期這個美債直率最主要上升 是在五月到七月 那十年期跟三十年期的長期 五月到七月他們直率是沒有什麼動 但是呢 七月到九月 他們開始出現猛力的上升 所以呢 在最近呢 出現了所謂的熊斗 就長天期直率上升呢 超過短天期直率的一個速度 所以呢 現在目前是一個熊斗 熊斗基本上呢 是一個債市最痛苦的交易 因為基本上熊市就是空頭市場嘛 你本來就痛苦了嘛 更何況呢 你所握有的長天期的債券 你的跌幅呢更大 因為程序期間長 你的跌幅更大 所以你就更痛苦 所以呢一般來講熊斗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狀況 那另外呢熊平是什麼呢 不是熊天平啊 是熊平啊 熊平就是短債直率上升 快過於長債 這個就正好顛倒過來 那牛斗是什麼呢 牛斗就是短債直率下降快過長債 因為直率是整體是下降的 那牛平是什麼呢 長債直率下降快過於短債 有這四種狀況 那最後有一張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從1999年以來 到2019年 整個美債直率的一個變化 它有不同的區間 像牛斗的區間熊平的區間 它有不同的區間 那最後再跟各位報告 通常呢熊斗出現之後的五個月 美國經濟有可能會衰退 這是過去的歷史經驗 那我們不是說這一次一定會啦 就是我們到時候再觀察 我是軟債 什麼都漲就薪水不漲 這日子怎麼過啊 讓純孤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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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